下一个要讲的叫做地震强度 现在发生地震了 哇好凶 哇这个地震摇得好凶哦 这个摇得好凶就叫做地震强度 又是地面所感受到摇汗破坏的程度 就叫做地震强度 你觉得它摇得越凶就表示所谓的地震强度越大 所以这个叫做地震强度 简称震度你所感受到摇的程度 摇到摇的程度叫做所谓的震度 没有地震仪以前 我们纯粹都是凭人的感受 看房子的损坏情况 有了地震仪以后 我们用地震仪所量到的震波的加速度 来分我们的震度的大小 那么震度大小 然后分很多等级 它就是一个等级 就跟通手到一段两段三段一样 有没有能通手到四点二段 没有 就一段两段三段四段 只要就是一级二级三级四级 只有整数没有小数点 有个单位叫做 集一级二级三级 数字越大就表示摇得越凶 表示摇得越凶 没有小数点 一级二级三级四级 这样子OK 刚刚讲地震仪就是我们要量地震波传过来的状况的 什么政府啊 加速度啊 等等之类叫做所谓的地震仪 知道就可以了 好 地震强度在中华民国 我们把地震强度分作两种 一种叫有感 一种叫无感 无感就是正常人都没有感觉你世界超级理想不算 叫做零级 有感分作一到七级 921之前只有六级 921之前只有六级 921大地震之后才多出了七级 才多变成所谓的七级 所以很久以前的考题它就最多只有六 后来是才会变成一到七级 考鉴上一个欺骗社会的题目是 我们的地震震度分为多少级 八级 01234567 所以总共有八级 总共有八级 是无感零级 有感一到七 问你有感几级 那答案叫做七级 整个几级 整个有八级 整个有八级 欺骗社会玩文字游戏的题目 OK 了解一下 这是台湾的分榜 别的国家不见得一样 日本人比我们更早就分做七级 可是日本人跟我们不同事 他们有五强跟五弱 六强有六强跟六弱 我们没有 我们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 其他国家像阿玛米卡 像阿玛米卡 他们用的是这个 七麦卡利 这个地震级 总共有十二级 他总共分十二级 不要到了美国 发生地震 他告诉你我震度有十级 哇好恐怖喔 十级 台湾只有七级 没有啦 这个数字其实都差不多 差不多不是这样子 不是这样子 OK 所以他们有十二级 你不用管别的国家怎么分 你只要把我们台湾 这么分就好了 台湾 油杆跟五杆 油杆分错 一到七 素质越大窑的 越凶 就可以了 OK 六是一个 刚才跟你讲过的一个表 然后呢 中间是现在的 按照地震波量 做加速的那个G GL 假认上有写 每公分秒平方 好 人有写 旁边是人的感受 刚才以前到人的感受 最左边有分级 有零到七 有名字 这个古时候 考过两次 还是三次 很无聊的题目 请问你 五级定政叫什么 五级叫做 强政 大概考过两次 还是三次 这种世界超级无聊的题目 现在应该是不会好 但是你想背 我也没有意见 而且还蛮好背 因为他念起来有一股节奏感 微轻弱 中强烈剧 感受到一股节奏感 微轻弱 中强烈剧 好像 谁要背也蛮好背 OK 这又是异症 好了 我上一次防灾演习的时候 那个消防员告诉你说 来的时候 请大家去跑 我说 你如果在一楼 就冲 冲到我们中庭 安全 二楼 你就跳吧 二楼要去看不会怎么样 你直接跳得去 跳到中庭也安全 三楼 我就建议你不要动 你就不用动 你要跑也来不及 跳得容易有危险 不要动 你说真的 你想跑 也不见得可以跑 六级 摇晃剧烈 以致站立困难 很好 下一个七级 如果九二一不幸发生在 正央在台北附近 又是在大白天 叫做摇晃剧烈 以致五把一意志行动 你想走 你也 走不了 你说对了 大概只有 他那是用滚的 他那是用滚的 看你能滚到哪里去 你真的摇得很凶 摇得不凶 不用跑 也没事嘛 摇得很凶 你想跑也 也跑不掉 抓就地隐蔽 后面会讲就地隐蔽 就地隐蔽 所以我说一楼 你就冲 门台就直接冲去 中庭 快就冲去 二楼 跳下去 本身二楼今天还好 好 三楼以上就不要蹲了 躲起來就好了 你想跑你也 真的摇很凶 你想跑也 跑不掉 想跑也跑不掉 OK 摇的程度 会跟一些因素 有关系 基本上 会跟你的 離正央的距离 還有 他本身的 震源深度 等等有关 你可以想象的出来 假如是同一个地震 规模是一样的 離正央越远 應該震度 應該怎樣 越小 越小 你这样的震度 應該會越小 真的會越小 那如果 同樣的 離正央 同樣的距離 但是呢 深度也一樣 深但是 規模的但是 當然是 地震越大 摇的就會 越凶啊 那假如是 規模一樣 距離也一樣 但是 深度不一樣啊 那但是 比較淺的 會摇的比較凶 比較深的 會摇的比較不凶嘛 所以我們 就是一個 簡單的告訴你 剛才說 地震規模有幾個 一個 一個 一個地震 只有一個地震規模 可是震度呢 每個地方震度也不一樣 不一樣 一個地震發生 跟各地的震度是 不一樣 但是重點 Keyword 的震度會不同 這就是 要告訴各位的 重要的想法 規模只有一個 震度會 因地而異